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最近有一篇叫做《我妻子之死》的文章 在中國跟加拿大的華人圈爆紅 這篇文章主要是在講中國老公批判加拿大免費醫療 害他老婆S了 但也有很多在地的華人跟中國網友痛批 事實上這名中國老公就是在寫王妻如何被剝削的一生 究竟是如何呢?我簡單描述一下他老公自己寫的文章 這名叫喬先生的中國老公在他年近30歲左右認識了正讀大學48歲的張敏 在張敏大學畢業後兩人結婚 而張敏他是一個學霸 思亞考到了9分托福接近滿分的標準 隨後又到了美國杜蘭大學讀了商學院且順利畢業 張敏在畢業之後也取得了非常難拿到的H1B留美工作簽 同時也得到了美國工作的機會 但是此時的喬先生在中共體制內工作 雙方溝通後張敏放棄了在美國工作的機會 回到了上海跟老公生活 老二四五歲之時 張敏也正逢而立之年 他又再次獲得了美國H1B的簽證 也線上面是找到了美國的工作 但又因為是家庭原因 惡度放棄了留美工作機會 我們在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張敏應該是蠻想在美國工作的 所以才二度升起 而在張敏32歲那一年 他又懷孕了 那個時候正逢2019年的中國 當時的中國並未開放三胎 我們頻道的老觀眾應該不陌生 三胎是2021年中旬才開放的 開放之後就各種鼓勵 但由於喬先生是中共體制內的人 怕知法犯法 所以全家去申請加拿大旅遊簽 在旅遊簽的過程把孩子給生下來 而要知道在加拿大拿旅遊簽 是沒有辦法有免費醫療的 更何況是生產 那這個高額的生產是需要自費的 那他們也沒有這個預算跟費用對吧 所以文章中喬先生指出 是張敏他不顧我的勸說 在加拿大房東出國之時呢 於出租房內生下小孩 當然老婆已經掛了 我們也不知道這一段到底是不是張敏的意思 還是他老公要他這麼做的 不知道 那在生完孩子之後 喬先生全家決定留在加拿大 讓老婆再搞一個留學簽證 讀碩士 所以就變成他老婆一邊讀碩士 一邊要打工養家 因為妻子的學歷還有語言能力都非常的出眾 很快就在當地找到了一家銀行的工作 而在加拿大要養三胎再加一個老公 還要養自己等於要養一家五口 靠一個銀行正職 而且你還要負擔這個碩士的學費啊 真的非常的吃不消 所以張敏利用非工作時間 同時也撇除掉讀碩士的時間啊 在家中的地下室開了澳術跟英語的培訓班 每週起碼要額外再花六個小時當家教賺外快 而喬先生的英文能力非常的差 在加拿大基本上沒有任何生存的能力 連駕照都沒有當然也是不能開車的 所以喬先生就變成了一家主夫 在一家主內照顧三胎 那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2023年11月7號 37歲的張敏被婦產科醫生告知 他抽血報告有問題啊 在9號回診發現嘿是肺的問題 而在隔週17號被證視為肺腺癌末期 20號病情直轉即下 希望能進行標靶治療 那這個報告出來之前啊 加拿大的醫生先開了其他有可能治療的標靶藥物 直到11月28號報告出來才發現啊 張敏的基因檢測在加拿大沒有他適合的藥物 而且之前吃的藥也是不合適的 那醫生就建議張敏放棄治療 接受臨終關懷 那此時的喬先生啊 依舊不放棄上網爬文尋找一絲希望 最後發現世界上還有兩款藥物 11月29號一早啊就跟醫生反應 醫生看了看表示你網路上找到的兩款藥 第一款其實它沒什麼效果 第二款在加拿大法規是禁止的 但是在美國有 而在11月30號啊 張敏迪是 那這個過程中有許多加拿大醫生啊 跟這個病患家屬之間的矛盾 或是中西方的價值觀不同 對加拿大的程序不太了解 或者是這個家屬對這個病症不太了解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是確實就如喬先生說的 加拿大用醫害死他老婆 亦或是病患家屬 對此的絕望 主觀意識 來加黑的描述這段醫療過程 而這篇文章啊 事實上是在批判加拿大的免費醫療 害死他妻子 那當然一開始也非常多的粉紅跟著痛罵 你看歐美的醫療福利不過如此 還是中國好 但是隨著時間的發酵 越來越多人痛罵他老公是一個廢物 是壓榨老婆的躺平族 為什麼老婆送醫時老婆去做各種檢查的時候 你都沒有陪同 你甚至都沒有到場 直到老婆真的撐不住了 你才拜託鄰居照顧你家三個小孩 叫車訓練 當然這裡也有人幫喬先生說話 第一喬先生英文能力不好 所以第一時間也找不到人顧小孩 那也有人說啊 你老婆在家開班授課這麼多年 去上英文課的絕對是華人孩子嘛 一個加拿大人或是一個 講英語的白人小孩 你再去學什麼英文呢 老婆在教課的時候你也都在家裡 跟這些小孩甚至小孩的家長 你都沒有任何的接觸嗎 對吧 那這些都是華人的家長 你以用會不通嗎 幫忙帶一下 而最關鍵的就是 去年老婆住院的時候啊 你就在網路上跟當地社區啊 發起了募款 拿到了五萬多左右的美金 現在你老婆走了大半年了 你靠了這篇文章還繼續在 什麼微信轉帳啊 支付寶斗內啊 還繼續在撈第二批募款 而你妻子一邊工作一邊讀碩士的時候呢 你還痛罵老婆學的這個碩士專業 太難了對不對 因為別人可能是沒有工作 所以他可以更專心的讀碩士 但你是有工作的 你怎麼還選這麼難的項目 害你三年內無法畢業 這樣又拖緩了我們拿加拿大身份的時間 而老婆除了正職工作兼職工作 讀碩士之外還要除草當原地 鬆天的時候還要除血 家事也偶爾要做一下 接送小孩買菜 因為他會開車嘛 都是他要負責的 當然啦 不管是粉紅批判加拿大醫療 或者是中國網友批判喬先生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探討 那先來說一下 一堆粉紅說肺腺癌 在中國絕對治好 所以加拿大這就是破敗了醫療體制 首先我們看一下宏觀的數據 根據全球資料庫網站 公布2023年全球醫療指數排行榜 台灣85.9分世界之冠 第二名跟第三名是韓國跟日本 加拿大排名第29 中國排名第39 當然不是說排名越高 越能把不治之症給治好 那這個評比冠軍的標準 包含了7點 其中有醫療人員的技術與能力 完成報告跟檢查的速度 醫療硬體跟軟體的優劣式 報告的準確性與完整性 工作人員的友善度 排隊等待時間 醫療所在地的益達程度 周邊的設施的完整度 夠不夠 這7點綜合起來才得出這樣的排名 而我也上網找了 台灣的數據 還有中國百度的數據 發現肺腺癌不同於一般的癌症 一旦病發起來 來得又急又快 而肺腺癌多數人 多數不是全部 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末期了 且大部分亞裔女性比較容易 因為基因的緣故而發病 當然我們台灣也有一個案例 罹患肺腺癌十幾年 因為轉移到其他地方 最近才走了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狀況 真的都不一樣 有的一兩天 有的可以到十年 這種事情很難說 而發生在第四期 能做的就是延緩S的時間 但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因人而異 有人頂多一兩天 有人可以一兩個月 不然就是天天打止痛麻醉 等到你走的那一天 而他們住的加拿大是免費醫療的醫院 你們看從張明被檢查出來 到病發往生一個月不到 是不是來得又急又快 當然中國美國加拿大 都有特殊的醫療 高級的醫療一定是有的 而這不是免費醫療可以做到的對吧 比如說中國高官的那種高幹病房 那美國跟加拿大也是有高級私人醫院的病房 對吧 去救你的妻子住進加拿大私人醫院 不然就是直接買一張機票回中國 先把老婆的病養好 因為你覺得中國比較好嘛 對吧 但事實上你沒這麼做 而你都在網路上募款募這麼多了 你又是中國體制內 你找家人這一點錢 你都是可以做到的對吧 而網友也發現 這名喬先生 以前常常在網路上批判歐美大戰中國 抗美援朝 芬蘭烏克蘭去挑釁什麼俄羅斯 加入什麼北約對吧 你從來不批判 中共這個三胎政策 害你遠離家鄉去北美 你這段輕描淡寫了就過去了 中國知名導演張藝謀 雖然他也論了 但他也曾經發文表示 自己超生三胎被罰了748萬元人民幣 換算就是3000多萬台幣 那現在你們開放三胎啦 我可不可以退款啊 所以如果喬先生要追憶 每一個加拿大醫院細節 害你老婆掛掉的話 你應該追憶痛批的是 害你遠離家鄉 跑到加拿大的中共三胎政策不是嗎 那接下來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批判喬先生 是壓榨妻子的飛屋呢 剛才除了前面提到的 所有工作都丟給老婆 而喬先生在加拿大期間 不用額外的時間 去精進自己的英文能力 也不去考駕照學怎麼開車 甚至連找個兼職都不願意去做 當然啦 我覺得這個多數是雙方溝通之間 他們怎麼商討的問題 如果今天身份對調 變成老公一邊讀書一邊搞正職 還要搞副業養活一家屋口 甚至還要家事通通都是他做 買菜接送小孩 冬天要除雪殘雪 老婆全職在家 我相信在華人社會多數的觀念 肯定會被當說理所應當的 男生讚 有男子乞丐 不錯不要抱怨啦 這是你自己選擇的 就不要抱怨啦 對吧 扛下去吧 男人就不該流淚了 所以如果這個性別對掉的話 我相信這個批判的力度 會有所不同 當然 我沒有幫喬先生洗地的意思 如果畢竟是你要煮內的話 是不是 除雪啊 除草啊 買菜啊 接送小孩啊 這都是你的責任 你找時間去學開車 這不難的 除草也應該是你去除啊 你在家欸 所以我在想 也許是這幾點讓大家受不了 因為你確實沒有煮內 而且除雪一點都不好玩 我在德國旅遊的時候遇到暴風雪 暴風雪結束之後 政府跟當地居民都紛紛出來除雪 哇 那非常可怕一點都不好玩 你以為跟打雪這樣一樣啊 但我身為一個台灣人從來沒見過如此多的雪 雖然我是一個觀光客 但我也願意下去幫忙 我當時覺得好玩啦 但真的下去 哇 雖然我現在也沒有孩子 但也帶了兩隻沒有開眼的奶貓 到現在十幾年了 每三到四個小時就要起來 泡貓專用的奶粉給他們餵食 還要幫助他們排便 真的沒有辦法好好睡覺啊 因為小貓的排泄系統不發達 需要貓媽媽用舌頭刺激他排便 不然這個肚子可能會越脹越大 便排不出去 所以我也時不時的要拿棉花去幫助他 刺激他的排便系統 而那時正上大學的我 也要一邊帶著他們去上課 當然老師是允許的 還要一邊去打工 真的非常的累 更何況是照顧人類的孩子 那至於工作方面 我現在負責兩個頻道 還有一些線下的工作 每天就是睡四到六個小時 基本上假日跟我是沒有關係的 五一勞動、中秋連假、簽名連假 真的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些人說你不是去歐洲玩兩個月 去歐洲玩兩個月 主要是帶我女朋友去玩 我自己真的是沒時間玩 而且有時差的問題 歐洲早上了五點 我就要起來拍片、找新聞、寫稿 十點前要交給我在台灣的剪輯師 然後呢 開始了旅遊、自駕遊、開車 還要一邊玩、一邊工作 一邊看一些最近的新聞發生什麼資料 明天要講什麼議題 還要做旅遊攻略 還要拍副頻道的旅遊影片 晚上回到家都累的跟什麼樣 9點、10點、11點、12點 然後每天就這樣周圍復始的輪迴 當然女朋友是讓她睡到自然醒 只是我自己五點一定要起來工作 要吧有時候工作完 順手就幫她做了個早餐 所以世界上真的沒有一舉兩得 可以兼得的美事 所以我能體會 全部的工作壓在一個人身上 是什麼樣的體驗 如果你還要同時想要玩樂的話 那確實你自己要承擔這樣的身心壓力 但是我是男生 我這樣做在很多眼裡 其實才是正常應該的 你想要活的怎麼樣 就要付出怎麼樣的精神跟體能代價 雖然在大家眼裡是出國旅遊 但事實上假日真的跟我是無關的 所以我覺得批判的點 應該還是落在你利用妻子收了兩筆款項 而且還在加拿大是免費醫療 那你這麼恨加拿大 其實你可以回中國去對不對 你把加拿大所有的這個遺產帶回中國 因為那邊相對加拿大的物價來說是比較便宜 因為你賺的是加拿大的錢 購你個幾年找工作養孩子的 當然還有一點就是文章確實充滿了一種 都是加拿大用意害死我老婆的 裡面對妻子感情的描述也非常的淡薄 也覺得妻子做這些是理所應當的 而且還有網友說加拿大的托育做得非常好 如果他們是低收入標準的話 政府每個月只要10塊錢加拿大幣 你找了托育之後你可以用大把的時間 去把你內務搞好 接送小孩去學開車的技能 去學工作的技能 甚至你可以去找中國人開的公司或是餐館 大工補貼一點家用也好 說實話是你不願意去做而已 因為你連除雪少雪都叫你老婆去做 所以大家可以去網路上再把這篇文章仔細的看完 可以發現這個難的確實問題也蠻大的 這不是簡簡單單的說 是因為我剛前面提到的可能立場對調就不太一樣 那今天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過相信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小見了 掰